我已经住在这里这么久 我已经是台湾人了 台湾人的英语老师彭蒙慧 在人生课堂正式下课 想其瘦98岁 空中英语教师表示 因常年多重器官衰竭 彭蒙慧6号在台北淡水马街医院逝世 并在遗嘱中特别交代 要把所有一切都捐出 回顾彭蒙慧的一生 1926年生于美国西雅图 却在年仅12岁时 决议到中国传福音 而当下正是国共战争之际 他在逃难的同时不忘传教 1951年来到民主台湾 彭蒙慧当下直接选择花莲 作为首站台湾传教地点 之后为了让台湾人 可以和国际人士沟通 他下定决心在台推广英语教育 更创办了空中英语教室 英语会帮忙你 还会帮助你到世界所有的地方 接受台湾是什么样子的地方 1960年台湾人熟悉的空中英语教室 在广播上开播 之后的讲义 杂志 节目成为台湾人 共同学习英语的记忆 来台70年 彭蒙慧穷尽一生奉献台湾 经过台湾政府几次询问 书勋规划国籍后 去年点头同意 正式从时任总统蔡英文手中 拿到台湾护照 见过台湾每一任总统 在彭蒙慧的心中 他早已是台湾人 对台湾最多的鼓励 就是团结和信心 就像当时2021年 中共打压台湾凤梨 彭蒙慧也喊话 台湾要有信心 现在日本也买了 这么大家来吃 我想这个东西是 不需要这样的嘛 对不对 我感觉我们的凤梨都很好 我们东西很好 别人不承认的话 我们自己都知道了 我们要有信心 对于彭蒙慧离世 台湾两任总统都发文质疑 前总统蔡英文 感谢彭蒙慧的鼓励 并表示 跑的路你已经跑尽 索性的道 你已经守住 从此以后 有公益的冠冕都为你存留 总统赖清德 则以彭蒙慧的话作勉励 表示我们也会继续做下去 让我们彼此深爱的台湾 继续变得更好 新唐人也在电视 赤千里 曾新闽 台湾台北报道 字幕称之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